泰山去工所梅河醒无高中在艺人活动中心举办创意词贴的课程 参加的学生还将课业上所学习到的专长 用来帮助长辈们如何做出属于自己创意箱的冰贴 然而这个活动更可以看到开创世代共荣 亲吟共学的互作模式真的是非常的温馨 也让大家感受到课堂里面所散发出浓浓的主神情 泰山去工所梅河醒无高中在艺人活动中心举办和谐粉彩及创意词贴课程 利用简单的色笔彩绘创作出自己喜爱的图案来完成作品 今天的课程我们安排了一个跟长辈一起做这个可爱的冰箱贴 那长辈可以自己呢亲自用这个色纤笔来自己做彩绘 然后创作出他自己属于专属的冰箱贴 那我们稍后呢我们还会做一个叫做和谐粉彩画 那这样非常非常流行不管是老少都非常非常嫌疑 那我们会让我们的志工同学跟长辈一起来创作一个 用很简单的一个技法直接创作出一个非常非常漂亮 非常非常和谐又有美感的一个一幅图画 曾曹中主任表示创意词贴课程是让学生们协助长者自行彩绘 画出喜爱的图案创作出专属的冰箱贴 在醒无同学的帮助下每位长者都相当认真的创作 喜闻高中一直以来一直在推动我们社区的关怀服务活动 那透过这样的活动我们学生也可以跟我们的长辈呢 就是就近的一个互相的交流 那可以从长辈身上学到很多很多 那其实也可以让长辈感受到我们学生的青春活力 那再次谢谢我们的太阳驱工所 为我们安排这么多的一个课程以及活动 让我们可以来走入社区 学生可以在学校里学习的东西 可以跟长者互相交流 长者也可以他们的知识跟长者 像同学一样 像孙子孙女一样 来共同在一起 然后让他们得到很多的尝试 非常高兴能够有这个活动 丁云彦理事长表示 这群学生如同长者们的孙子班 透过学生课业上学习的专长 与长者们经验与知识的分享 开创世代共融 轻盈共学的互作模式 让课堂上散发出浓浓的祖孙情 记者会宣泰山采访报道